我們來產生第六十頁的這個圖 六十頁這邊 我如果今天希望產生的這個 先把樞紐分析表做出來 樞紐分析表裡面大概做出來有幾個特性 包含就是說第一個 它的上方應該 這個上方這個地方是放區域 所以區域其實就放藍的位置 然後列的話就放產品名稱 但是產品名稱裡面又有年度的話 那其實你可以放兩個 也就是在那個列標籤上面 其實不是說只能放一個欄位 你可以放兩個 就是放三個都可以 有時候你如果放太多欄位會太複雜 它會一層一層一層的 然後最後的話 它上方好像會有一些標籤把它去掉就可以了 那最後當然你可以再套用一個樣式 然後這個表格變漂亮一些些 那怎麼做 首先這個其實還蠻容易 第一個 插入所謂的樞紐分析表 OK按確定 範圍就對了 沒錯按確定 OK 第二個的話呢 你就把什麼 把這個產品名稱先拖拉到列標籤 再把區域呢 拖拉到藍標籤 再把銷售 因為我主要這個應該是銷售的 那個幾台單位這個 不是銷售金額 所以數量沒那麼大 OK 出來看一下這個9800這個 那再來的話呢 我還希望知道說 各個產品的不同年度 銷售的情況各是什麼樣的狀況 所以我可以把年度有沒有 再拖拉到這個產品名稱下方 你會發現它的年度就出現了 當然喔 特別是喔 其實以後你可以把產品名稱跟年度 甚至可以顛倒 你可以把這個顛倒 有沒有上下有沒有 自換一下 你會發現它的結果又不一樣 有沒有 一個是以產品為主 一個是以年度為主 所以你可以從不同的面向去做一些不同的分析喔 OK喔 好 那主要當然我們是希望 以那個產品名稱為主 年度為輔 那就這樣子 好 那再來的話呢 就大概基本上就做完了 不過還有兩個地方 可能要把它稍微調整一下 第一個 上方這邊有叫做藍標籤 這邊有一個叫列標籤 可是我們這上方沒有啊 其實是主要上面的東西喔 你是可以把它刪掉的 按Delete Enter 或甚至你上面可以打字啦 只是一般比較少在這上面打 如果你希望在上面顯示一些文字敘述的話 那你可以在上面打 如果不需要的話 那你其實是可以把藍標籤跟列標籤 把它delete掉 讓它不要顯示在這邊 OK喔 再來第二個的話呢 我希望把這個 樞紐分析表弄得稍微漂亮一點點 那你可以用什麼 當然你可以自己在上面塗顏色啦 不過如果你懶得塗的話 你可以用設計 應該理論上你們都有啦 只是說放的位置是名稱一樣 你可以找一下上方 然後呢 這邊就會有一個 所謂的那個 可以做樞紐分析表的樣式 也就是說你可以再把這個樞紐分析表 看你要讓它長得像什麼樣子 比如像這樣 OK 我是選那個樞紐分析表樣式的這個 中等深淺樣 這個這個第四個這個 OK 那這樣的話 它很快就可以幫我把這個相關格式套用了 OK 所以這個第六十頁的部分呢 我們就完成 接下來的話 如果我今天希望把這個樞紐分析表 變成一個樞紐分析圖 而且圖需要有一定的規定 長得像這樣 第六十五頁的地方 總共有幾個地方要特別注意 第一個就是說 它有題目要求 就是把這個 這一個圖 建立把它搬移到一個新的工作表 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 增加這個圖表標題 這個標題 要放在 而且這個標題 是要把它放在哪裡 放在那個圖表的正中央 不是它上面 也就是這個標題 會跟這個圖表是融合而為一的 是在裡面的 不在外面 這可能要注意一下 然後字的大小啦 等等的 然後呢 圖粒 這個叫圖粒 圖粒的話 要放在左邊 然後 然後 資料 要在 資料 資料在中點外側 這個是資料標籤 也是一樣要加上去 然後 隔線 水平的話 是主要 資料都要 那垂直的話 只要主要 再來就是這個填滿效果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地方該怎麼做 首先 一樣 如果你 筆心把剛剛的這個樞紐分析表做完之後 接下來的話 一樣樞紐分析圖 然後我們一樣 先選一個比較簡單 選這個好了 十條圖 按確定 好 它就幫我產生了 不過 因為這個 產生之後的話 它的圖 基本上疊在上面 但如果向右 因為我這個解析度太低了 所以我習慣你們要按右鍵 把它移動圖表 到一個新的工作表 這個名稱恰意 按確定 好 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 如果說我今天呢 希望你們要 做底下 這個鏈 可以參考一下第66月 有沒有 再來的話 一 移動到新的工作表 沒問題 二的話呢 再把這個圖 上方增加一個什麼 一個標題 那標題名稱叫通訊產品報表 那怎麼加 特別需要 我的位置是在版面配置 如果你們之前有找到那個資料標籤的話 其實它在哪裡呢 在資料標籤的 同樣的位置 附近 你找一下 有沒有叫圖表標題的選項 應該 如果你們是2010以後的版本 應該會是在 好像那個也是左上角那個地方 再找一下 那會有一個叫圖表標題 那我們把它找到 預設是沒有 把它改成叫 叫自中的重疊標題 自中的重疊標題 這邊就出來了 然後把它 輸入幾個字吧 叫通訊產品報表 好 好 那自的輸入上去之後 接下來呢 把那個 這個標題 稍微再設定一下 自的大小24 那我是建議 如果你將來要設定這個標題的話 我是建議你就直接選框框 為什麼 選框框就表示說 你要設定整個裡面全部的文字 OK 然後常用 把這個字的大小改成24 OK 然後再來的話呢 就是把它的字型改為叫做微軟的 所謂的中黑體 或者你那個叫正黑體 或者你那個叫正黑體 反正就是 選擇一個黑體就可以了 然後並且加出 就是再按一下那個B 預設好像已經是出幾次了 OK 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產品名稱就OK了 第二個的話呢 第二個的話呢 我再來這第三 圖力在左邊 圖力目前在這個地方 在我們的右邊的地方 我現在把它變到左邊的話 怎麼做 一樣齁 其實在剛剛那個圖表標題 我這邊叫版面配置 你們也是在剛剛地方 那圖表標題的旁邊的旁邊 會有個圖力 所以特別是這個叫圖力 如果你要把它改在左邊的話 你就直接按左邊就可以了 它就左邊了 如果你要放上面的話 就上面 反正這個其實可以調整 上面可能會跟那個標題式重疊 所以把它改在左邊 OK齁 好 那再來的話呢 每個柱狀的這個直條上方 我都希望有那個就是資料的標籤 那一樣嘛 剛剛用過資料標籤 所以這個資料標籤我覺得還蠻重要 因為如果說 你將來要給人家看圖 上面已經有那個數字 其實看起來會比較容易閱讀啦 所以資料中連外側 這邊我把它改中連外側 上面就顯示說 上面的每一個銷售的情況 其實可以蠻明顯看出來 那再來的話呢 這個所謂的隔線 隔線其實也在這個什麼 資料標籤這附近吧 我這邊剛好是在它的右邊的右邊的右邊 那你會發現它有分成水平跟垂直 如果我今天希望水平是兩個都要的話 那你就主要跟次要的隔線 等一下 OK齁 主要 主要及次要 這個齁 主要與次要 那再來的話呢 垂直的話 或是要主要 所以你就選擇 垂直 垂直 垂直隔線 選擇主 主要隔線 OK 來 這樣的話 OK 這樣 基本上就做出我們要的這個效果 最後的話呢 就匯圖區 還有一個所謂的那個匯圖區 那匯圖區的效果特別漂亮喔 你們可以看到在隔線的右邊 我在隔線你們找一下那個匯圖區喔 那匯圖區怎麼做設定呢 底下有到其他匯圖區的選項 那填滿的部分的話 直接把它改成什麼 漸層有沒有 漸層效果 選擇黎明 所以喔 你可以看到填滿 我這邊是有個漸層填滿 然後浴色的色彩 選擇黎明 黎明是哪一個 欸 有沒有 我不知道你們的一不一樣 我的是在剛好 在 右 右上角 等於右邊算過來第二個 如果你不確定哪一個 你優圖可以放上去 它會顯示出來 黎明是這一個 那另外的話 那最後喔 如果上面要有一個 好像太陽出來的那個效果 黎明 那太陽出來 那我再把什麼 色彩的部分喔 把它填成黃色 OK 按個關閉 那你會發現喔 這感覺就有點像喔 有沒有 太陽升起來的那個效果出來 OK 大概是這樣啦 就是 把這個圖表裡面的相關功能 特別注意喔 是把主要哪一個功能是哪一個啊 我覺得可能你們會比較 會不太清楚的 就是上面 的一些相關的設定喔 名稱啊 到底哪一個是指哪一個 像圖表喔 比如說我剛剛是 至終的重疊標題 當然你可以改成在上方啦 如果在上方的話 你一般都沒有重疊 它還跑到圖表的外面 如果你要把它融合在一起 就是至終重疊標題 諸如此類的 那可以把這個 相關的功能 包含其他什麼 其他還有像什麼 這種沒有用到的 像坐標軸的標題 如果你希望呢 組垂直坐標軸上面 還要一個標題的話 那你可以在這上面 再加一個 這個坐標軸的標題 然後或者是說呢 垂直標題 垂直的話也有啦 垂直看你要不要旋轉 是直的還是橫的 一般如果垂直的話 可能也可以放個遲 比如說這邊可以是什麼 這邊應該是 它的銷售量 銷售的台數 當然你也可以在這邊 再加一個 所謂的那個 這個垂直的坐標軸 再來就圖例 這個圖例部分 其他的話 就是資料標籤 剛剛用的蠻多的 資料表這個比較少用到 像坐標軸的格線啊 坐標軸 坐標軸上面的話 要不要顯示一些東西 刻度等等 這邊其實也可以再做 進一步的設定 主要是了解那個 我們這個 這個圖表工具上面的 相關的設定 OK 請各位試一下 把這個地方 分別完成 那後面當然 在後面的幾頁 其實我也有把那個 相關的這個設定 也把它截圖放在後面 那這個是要求 底下的話 這個版本 是以2007 為那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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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版本 所以如果假設你的版本 不太一樣的話 那可能就是再找一下 大概是 這個上面的 顯示狀況 好 那這部分的話 大概這一題 就先到這裡 這一題主要是 資料的正規的話 如果以後 有跨欄式中的 這個 資料 盡量不要這樣用 OK 那待會的話 我們再來看一個問卷調查 這一題的話 基本上 哇 那又更 複雜度相對比較高 那請各位待會 如果剛剛那一題做完的話 可以再開啟那個問卷調查01 A1 的這個原始檔 那你可以看到 在問卷調查裡面呢 總共有A到哪一欄呢 你會發現後面到歐欄吧 OK OK 這邊這麼多欄 那你會發現喔 裡面的資料 有一個地方需要把它做變化 就是說裡面的資料 理論上應該是要放 像性別的話 應該是要放那個 性別的這個男女嘛 可是他放的是編號 像年齡的話呢 他也是放個編號 所以這樣如果你現在要做書納分析的話 那就不OK了 因為他沒辦法做 那怎麼辦 你需要把它這些資料喔 從B欄一直到歐欄 這些怎麼樣 要全部把它改成什麼 改成清單 你點到清單這邊 在這個邊 就是說呢 它每一個每一個都有範圍 然後性別的話呢 這個範圍編號在這邊 它裡面的資料在這裡 所以喔 如果將來喔 你們假設拿到這個資料 是一個認證調查結果 那你希望喔 把它快速的 轉變成 把編號呢 全部都把它轉成 它對應的正確結果的話 正確的資料帶過來的話 欸 這個地方該怎麼做 那因為現在很多那個 呃 程式撰寫都用關聯式 用編號的 所以喔 可能你將來拿到資料 也就不完全 跟你要的結果 是完全符合的 也就是你要怎麼樣 自己要動手把這些編號 轉成不是編號 轉成它實際上的資料 欸 那你來 這資料這麼多耶 喔 那怎麼做 喔 請各位想想看吧 當然第一個啦 一樣喔 還是會用到V環數 第二個的話呢 還是會用到定義名稱 只是說這邊的話 如果這些欄位數量這麼大 那如果每一次都還要這樣插入V環數 然後再去這樣選選選 其實也蠻花時間的 所以呢 有沒有什麼方式喔 最好只要做一個 然後呢 向右 向下 一次就搞定的話 哇 那會非常的棒 對不對 但問題喔 這邊的話呢 可能喔 你還是要多會學 一個函數 叫做Indirect的這個函數喔 那這個函數喔 那這個函數喔 其實 在這邊蠻重要的 因為如果你不會這個函數喔 你可能就沒辦法一鍵完成 那這個函數喔 至於什麼使用啊 如果假設你們從來沒用過的話 欸 或許你可以 在這個旁邊練習看看 喔 比如說練習 找個空白的地方 或者是說呢 你可以在旁邊 假如說你今天希望喔 有沒有 插入 這個函數 減式參照 這邊要 Indirect 這個函數 然後按確定之後的話呢 它會跟你要 兩個東西 但實際上喔 第二個參數 是可以 空白的 主要是 上面 第一個參數 那這個參數的話 特別是喔 它後面是一個REF REF是Reference Reference是參考 底線後面是Test Test Test 是文字 欸 參考文字 這什麼意思喔 其實跟各位講啊 如果你今天要抓 某一個欄會的資料到這裡的話 比如說你要把什麼呢 把比如說 N2的資料帶過來的話 其實很簡單 你只要怎樣 雙引號兩個移到中間 裡面輸入N 加一個2 它會把 幫你把什麼 把N2的資料 怎麼樣 帶過來喔 N2裡面放了81 按確定 你會發現 這個地方呢 它就幫你把N2的資料帶過來 OK 所以喔 英格位置有點像什麼 你跟它講哪一欄哪一類的資料 它就是幫你把它帶過來 假設這樣 欸 但是喔 我要將來要怎麼樣 可以運用這個方式 可以幫我把 我剛剛要的喔 這邊所有的這一個 呃 包含就是編號啦 我怎麼快速可以把它 加到這裡 然後一次 就是向右向下 全部通通可以搞定 因為如果這個沒辦法搞定的話 那後面呢 如果你要做出紐分析表 比如分析 到底 欸 這個這個 我們的讀者裡面 哪一個年齡層最多 哪一個性別最多 哪一個收入 還有就是 教育水準啊 等它看哪方面的雜誌最多 等等的 那當然就沒辦法做 所以待會請各位也許先想想看 如果配合那個V環數 加上定義名稱 和那個IndoRes 完成剛剛講的這個部分 試試看喔 所以請各位先把那個剛剛這一題 先做個Ending吧 OK 那再來就是 試著做做看那個 第 再來就是 73頁 問卷調查部分喔